这台直流发电机将直流电转化为动力电 然后呢再将动力电转化为直流电 从而不需要任何的能源进行发电 这就是家住在兰州市摊尖字的孙师傅 花了23年时间研究出来的自发电自供电动力装置 目前的这项发明已经通过了兰州市知识产权局的初步审核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看到眼前的这幅场景 你可千万别以为到了家电铺 其实这就是孙钻明的家 眼前的这个貌不惊人的铁家伙 就是孙钻明花了23年心血研究出来的自发电自供电动力装置 我研究的时候说是人们一直在就认为这东西不存在 但是这个东西就说我为什么这么坚信 因为我脾气比较倔 我就想我这东西一定会实现 虽然很多人对孙钻明的想法不屑一顾 甚至是嘲笑 但性格倔强的孙钻明还是通过反复试验将这台动力装置研究成功了 这台动力装置采用的是用电带动电的原理 通俗打说就是用一台直流发电机做能源 发电进入液变器进行电流电压升压放大 产生的电能量进入的交流电动机里运行 带动能源发动机发电同时运转 目前孙钻明的这项发明已经通过了兰州知识产权局的初步审核就等着发证了 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获得国家专利局的肯定 然后无偿的在兰州推广 今晚新时空兰州报道 孙师傅的全名叫孙钻明 钻的是钻研的钻 名是发明的名 那么花了23年的时间 孙钻明师傅终于发明了这种不用能源就能发电的好东西 我们也希望孙师傅的心血不要白费 他的这个发明能够早点推广到我们的生活中去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能源是最稀有最珍贵的东西了 继续来看 今天上午